大陆的网络直播带货胜行 但有不少短片其实都是 假的 有一个老人的他卖石流 不过被驾驶非常狠心 就扔到砸到地上这样的影片 被揭发 哇 原来根本就演的呢 不是真的哦 好 由路美找到了短片当中的农民 他们承认 摆拍 就是说还会确实有个人没想 他给我以前 以前我们回家 我们都叫我们 叫几回才我们叫回 我们家没有 别总是 哇 原来是演的 假的 不是真的 骗大家的啦 好 大陆很多这类农村影片 其实都是造假的 不肖的业者呢 找来不知情农民来装可怜 骗取消费者善良的同情心 大陆警方最近就逮捕了54位哦 这样 这一类像是这样的 编故事 卖假货 涉案人员 涉案的金额已经超过人币1000万元 折合新台币4400万元 万年来插播最新的国际意外消息 这是日本东京著名闹区 瑟谷镇周边的商店街 在日本时间 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 发生大楼的火灾 消防厅派出大约20辆消防车 前往现场 目前没有伤亡传出 而事发现场距离瑟谷镇前 瑟谷石子路口大约有100米 位于瑟谷中心的街道 闹是很热闹的市区哦 那社群媒体也出现了很多民众 用手机来拍摄火灾现场 恐怖的画面 初步研判是4楼通风管道 起火燃收 而起火大楼有5层楼沟 建筑内有餐厅有办公室 目前还没有伤亡传出 国际焦点营销还继续带来直击 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20号 在纽约跟巴西总统卢拉 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时 结果糗了耶 拜登多次出现了非常尴尬的举动 貓韩出场时差点去 把人家巴西国旗给撞倒 还有戴上了翻译耳机 但是心不在焉 连巴西总统的卢拉 都忍不住来提醒 人家总统都在问 有没有听到 看起来还是没有听到 除了心不在焉 拜登走向舞台 还差一点点 把人家200多公分高的巴西国旗 给人家撞翻 又够尴尬 那记者会结束时 拜登跟国际劳工组织 秘书长洪博握手 卢拉在旁边鼓掌 拜登居然朝着观众席 微微挥手 还做出了一个很怪的一个动作 然后直接转身离开 居然完全没有跟卢拉来握手 又是一个超级无敌尴尬 被晾在旁边的一个状况 让巴西总统卢拉相当傻眼 最新的连线同步来聚焦 美国德州最近面临了 一万三千位移民非法涌入 这么多这么大的额量 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告诉大家 这些移民大多都是来自于委内瑞拉 而且大部分是单身的男性 目前当地的政府已经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也要寻求联邦来援助 我们连线韩军连 是的主播 来自中南美洲的移民 跋山涉水非法跨越边境闯入美国 近两个礼拜有高达一万三千名移民 韩越美墨边境经过格兰河后 进入德州城市伊格尔帕斯 不仅创下两年来最大规模 人数甚至将近当地人口的一半 这也让当地政府如临大敌 2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关闭了一座桥梁和国际铁路 我试图在桌上 但美西哥的移民 拘捕我 然后拘捕我 所以他们拘捕我 然后我再次上星期 然后我再次上星期 移民援助组织表示 上周有超过三千名移民 跨越美墨边境后 被送往加州圣地牙哥的 一个转运中心 现场还搭起了 写着移民不孤单字样的棚子 开始发放披萨 衣服等物资 根据路透社报导 拜登五月可能会推出一项新政策 以阻止非法越境 包括驱逐移民和五年内 禁止重新入境 来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 以上是最新清新主播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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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